《童年极景》是一部很私人化的作品 是舒曼写给他热恋中的情人克拉拉·维克的情书 舒曼18岁从家乡词维考到莱比扬大学法律系学习 同时跟钢琴家弗里德利西维克学钢琴 这时维克的女儿克拉拉只有9岁 父亲的精心培养下 钢琴已经弹得很出色 两年以后 舒曼的母亲不再阻挠他学习音乐 他住到老师维克先生家里 专注于钢琴演奏 维克对这位陆氏弟子施为解释 舒曼与克拉拉也集成兄妹般的友谊 根据舒曼自己的说明 他当时共写了30首小品 从中挑选13首每首都加上标题 合成一集取名童年奇景 浏览一下套区里13首小区的标题 就知道音乐是描写儿童生活的 柔木马骑士 惊巧 说迷藏 奇怪的传说 等等 这些都是普通儿童生活场景 但是舒曼在描绘这些情景时 是由很具体的生活事件为根据 作曲家不说 外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猜测 只有舒曼和克拉拉两人 在谈起这些小品时 才会在妙具横生之处 彼此送上会心理影响 所以前面提的 这是一部四人画作 舒曼把它寄给远方的克拉拉 提醒他不要把爱人遗忘了 1854年曾一度投来阴魂自杀 性被传出救济 之后他被送入 波昂一家精神病院 其间克拉拉一直照顾 1856年舒曼因晚期 梅头感染死于波昂 舒曼患有精神疾病的确切原因 少不清楚 但有一些可能的因素 被认为对他的精神健康 产生了影响 遗传因素 遗传可能在精神疾病的发生中 起到一定的作用 舒曼的家族中存在精神疾病的病史 包括他的父亲和姐姐都患有精神疾病 早期童年经历 早期的心理创伤或压力 可能对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舒曼在童年时期失去了父亲 这可能对他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 压力与创伤 舒曼的个人生活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 包括与家人的冲突 爱情的纠葛以及职业压力 这些压力和创伤可能对他的精神健康 造成了负面影响 酒精滥用 舒曼在生活中曾经有过酗酒的问题 长期的酒精滥用可能对精神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感谢观看